欢迎收看后顿网视频教程 请记住我们的网址 3w.后顿网.com 免费下载高清版 请登陆后顿网论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后顿网视频教程 这节课呢 我们来学习Linux的系统管理 什么是Linux的系统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Linux的系统 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带着这些问题呢 我们来给大家呢 做一个这种 关于Linux的系统的一些 这种基本介绍 让大家对Linux的系统 有一个这种基本的认识 那么在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通过以下五个方面 来对Linux的系统 做一个这种基本简单的介绍 那么Linux的系统呢 它也是一种操作系统 那么就像Windows 那么Unix 包括我们用到的苹果Mac操作系统 那么这都是 不同种类的操作系统 那么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那么Linux操作系统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操作系统 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它 它的主要用途都是在什么地方 那么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Linux操作系统的历史和现状 那么其次呢 我们需要掌握一下关于Linux操作系统的一些它的特点 那么Linux操作系统的组成 包括Linux操作系统的这个版本 而且它的这个版本呢 是分的比较细的 这里面呢 会涉及到这个内核版本 以及这个发行版本 最后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Linux操作系统它的一些这种应用 那么这个应用呢 可能主要是针对于这个网络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关于Linux操作系统 它的一些这种基本特点 那么Linux操作系统的功能非常的强大 它的软件呢 也是非常的多 那么同时呢 它是一个自由软件 它是免费的 开放源代码 那么它的建立基本上是不受任何商品化软件的这种版权制约 那么全世界任何人都可以非常自由的去使用这个Linux操作系统 那么它的这几个特点 它的这几个特点完全符合现代化社会的这种使用 首先因为它是一个自由软件 那么什么是自由软件 那么这种自由软件它有什么样的好处 那么在很早之前 美国制定了一些很多的这种开源标准 像GNU等等 那么这种标准呢 就是说再去发布一些软件的时候 如果是基于这种标准去发布的 那么你的这个软件呢 就要完全按照这种标准去使用 那么这里边呢 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开源的软件 那么比如说免费的软件等等 比如说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条款 那么大家呢 对这个呢 如果有兴趣可以简单去网上搜索查看一下 那么因为Linux操作系统它是一个自由软件 所以呢 很多人都可以非常容易的去使用它 那么第二呢 它是免费的 它不会收到任何的这种费用产生 那么不像我们去使用 比如说像苹果的这种Mac操作系统 比如说像Windows这种操作系统 那么无论它是个人版的 还是服务器版的这种操作系统 那么对于我们而言 其实它都是一个商业产品 它都是需要花钱购买的 所以呢 这个呢 是操作系统与操作系统 它们之间的一些这种区别 而Linux操作系统它不是 它是一个自由软件 而且它是免费的 那么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方式 去免费获取到这套操作系统 下载下来直接去安装 那么其次呢 Linux操作系统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特点 就是它开放原代码 那么它的整个的这个操作系统的这种 安装编制 包括它的内核的这种程序 那么你都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获取到 那么获取下来之后呢 你可以对这个操作系统的原代码进行改造 定制 然后呢 把它变成自己的产品 那么这些呢 都是可以的 它里面不会涉及到任何版权 也不会涉及到任何费用 因此呢 我们再去定制一些我们自己的这种产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考虑优先去使用Linux操作系统 那么这样呢 你可以将自己的这个产品的 比如说名称 那么比如说这个商标等等 你都可以嵌录到Linux操作系统原代码里面去 然后呢 进行改造和编制 最后呢 将它给编译成功之后 我们就可以拿来自己去使用 这个呢 就是Linux操作系统它的一些这种特点 紧接着呢 就是Linux操作系统在 最初它是由芬兰赫尔新基大学集团机系的一个大学生叫Torz 那么在90年的年底到91年的这几个月当中 它是为了自己的一个操作系统的课程 那么也是这种用来完成它的这种学业 而陆续编写的这么一个操作系统 那么在最初呢 它可能就是说这个内核是非常小的 可能就是由一些这种基本简单的功能来完成的 那么当时呢Torz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东西 它缺少哪些功能 它就给它补充哪些功能 后续这个功能慢慢的也就丰富了 然后呢 它会它就将Linux操作系统的这个内核 直接发布到网上去了 那么后续呢 受到一些人的这种喜欢推崇和青睐 然后呢 也是在不停的给它做这种新闻组的这种交互啊 发布啊 讨论啊 所以说呢 最终呢 将Linux操作系统进行发布 进行 这种使用 那么它的这种历史呢 大家可以简单来看一下 了解一下 那么在91年的10月份 Linux操作系统的这个0.02版本 正式通过互联网发布 那个时候呢 基于这种功能也好 基于这种安装也好 可能都是非常的简单 那么功能呢 也是非常的少 并没有这么大的普及和使用 那么直到 直到1996年的6月份 那么Linux系统内核版本2.0正式发布 那么这个时候呢 Linux操作系统 基本上 它已经 慢慢的普及到这个社会当中 各个企业当中的这种应用了 那么那个时候呢 Linux操作系统的软件也开始丰富起来了 我们呢都是通过陆续的一些这种软件的安装 慢慢的直接迁移到Linux操作系统上 针对于企业来说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那么第一呢 它不会涉及到任何的版权费用 那么第二呢 它也不需要涉及到这个去花钱购买 去做一些这种相关的服务支持等等 这些呢都是不需要的 我们只需要学会Linux操作系统的安装 使用 以及出现问题 如何去解决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种生产环境服务器 通过Linux操作系统的方式 把它完全给搭建起来 去使用 那么对于企业而言 这样呢可以大大节省相关的这种费用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关于Linux操作系统的 它一些历史和它的一些这种基本的用途 那么再往下看 Linux的开源标准 那么Linux操作系统呢 它是基于以下这三种标准来开源使用的 首先呢 第一个叫PoFace PoFace呢 是什么呢 它的全称叫Portable Operating System Interface 那么翻译成中文呢 就是可移之操作系统接口 那么它是基于Unix的 那么这一标准 意在期望获得原代码集的这种软件可移之性 Linux操作系统是一个类Unix操作系统 这个类是什么意思 这个类其实就是一个like的意思 就说Linux操作系统其实和Unix操作系统非常的相像 无论是在这个使用方面 还是说在这个其他的这种安装部署方面 其实大体上是一致的 那么这里面呢 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种区别 那么比如说这里面用到的这种shell 包括里面用到的一些软件 再去安装方面配置方面可能有些区别 那么但是呢 它是在使用方面 在性能方面基本上是都是非常优越 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 这个呢是关于Pose6的 它的一个这种标准 那么这种标准呢 大家简单的理解一下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紧接着往下呢 就是关于这个GNU计划 GNU计划呢 是由这个Richard什么Stammer在1983年9月27日发起的 那么它的目标呢 就是创建一套完全自由的操作系统 那么所以呢 Linux操作系统 大家在去使用的时候都会发现 那么都会 它的全称都会是叫做GNU Linux操作系统 也就是说 它标 它标识这个Linux操作系统 是一套完全自由的操作系统 不会涉及到费用问题 也不会涉及到版权问题 那么再往下关于这个GPL GPL呢 它呢 就是一种这种开源的标准 那么为了保证GNU软件 也就是说为了保证自由软件 可以自由的使用 复制 修改 以及发布 所以呢 这个所有的GNU软件都包含一份 在禁止其他人添加任何限制的情况下 授权 所有权利 给任何人的这种协议条款 所以呢 这个条款呢 就被称为通用公共许可证 所以呢 它的全称呢 就是general public license 所以呢 我们把它简称为GPL 那么凡是通过这个GPL的这种认证 它的这种软件就是完全自由 完全开源的 我们把这种软件拿过来之后 可以任意的使用 复制 修改和发布 我们可以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这个呢 就是这种开源标准的一些这种介绍 那么大家呢 以后再去使用一些其他的这种开源软件的时候呢 就可以关注一下 比如说它是否是属于这种GNU的这种软件 那么它的这种开源标准的这个协议走的是哪一个 是GPL的这种 还是GPL2 还是GPL3等等 那么因为协议跟协议之间的那种定义 可能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关于这种开源标准的一些这种基本介绍 那么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标准 那么再往下 大家看一下关于这个Linux操作系统的 它的一些这种特点 那么无论是针对于Windows操作系统 还是Linux操作系统 现在呢 所有的操作系统 基本上都会提供这些必须存在的一些这种功能 那么比如说像Linux操作系统 第一 它是开放性的 它是多用户的一个操作系统 而且也支持多任务 它有良好的这种用户界面 你可以安装图形界面 那么也可以直接去使用这种字符界面 都可以 其次呢 它的设备是独立的 而且它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这种网络功能 它的网络功能非常的强大 它是一个非常可靠 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操作系统 我们把操作系统安装完成之后 从来不会出现像Windows操作系统一样 比如说出现蓝屏 那么比如说需要安装补丁 比如说会出现一些这种补丁 安装完成之后需要重启操作系统 那么针对于Linux操作系统而言 从来都没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关于Linux操作系统 它的一些这种特点 我们简单来做一个对比 那么针对于Linux操作系统和Windows操作系统 它们都是支持这种多用户管理的 也就是说无论是Linux操作系统 还是Windows操作系统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操作系统上面 创建多个用户 然后同时多个用户去使用这个操作系统 你去登录 那么别人去使用 都没有任何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关系 那么这个人可能他远程登录上去 再做一些这种网络相关的操作 那么另外一个人可能远程登录上去之后 可能他需要做一些这种相关编辑方面的这种操作 那么这两个用户 同时在使用这个操作系统 是不会受到任何的这种干扰的 其次呢多任务 既然涉及到多用户 肯定也会有多任务的这种功能在里面 因为每个用户 他的操作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他必须得支持这种多任务的这种特性 其次呢 针对于这种良好的用户界面 那么Linux操作系统和Windows操作系统 在这个之间呢 做一个对比 可能更好的是Windows操作系统 它的界面很友好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操作起来非常简单 那么针对于Linux操作系统 它也有这种良好的用户界面 那么在很早之前 可能这个用户界面 Linux操作系统是完全基于这种独立的自封界面 来操作的 就像我们使用Dos操作系统一样 它是黑屏白字的 那么是没有任何图形化界面的 所以操作起来给大家感觉 没有任何的这种意愿去使用它 去喜欢它 但是现在Linux操作系统的这种发展速度 那么已经远远的把这个图形界面呢 全部给做得很实了 任何的这种发行版Linux操作系统 那么都会有两种安装方式 那么一种呢 是基于这种图形化界面去安装的 它的用户界面呢 也非常的漂亮和美观 那么其次呢 就是它的另外一种这种 传统的这种使用方式 也就是基于自负界面 来安装的一种操作系统 那么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 那么首先自负界面它的可操作性非常强 其次呢 它非常节省性能 大家要知道图形化界面 无论针对于这种硬件 还是说针对于其他的一些这种设备 都是需要大的性能的 比如说CPU 比如说内存 我们都需要这个开销都非常大的 如果说你只是单纯性的去安装一个自负性界面 那么首先我需要64兆或者128兆的内存 我就可以直接去使用这个操作系统了 而且速度会非常的快 那么如果是图形化界面的话 那么这个内存 或者说这个显卡 可能它就没法去支持了 它去使用的话就会非常的慢 这个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些这种 优缺点 那么紧接着带往下 关于这个丰富的网络功能 以及这种可靠的安全系统等等 我们就不做一一的这种对比了 那么无论在网络方面 还是在安全方面 Linux操作系统都要比Windows操作系统做得非常的好 那么单纯从安全性来讲 Linux操作系统打开一个防护墙 只需要打开止境的端口 其他端口完全都可以封闭 那么这样的话呢 针对于这种外来的这种攻击扫描 以及这种端口扫描 我都可以屏蔽掉 所以呢 在安全方面 Linux操作系统做得非常的强悍 而并不像Windows那样 就是总是会出现漏洞 总是会出现被攻击 以及这种病毒的骚扰 所以呢 这个就是Linux操作系统 它的这种一些好的特点 那么再往下看 我们看一下Linux操作系统的它的组成 Linux操作系统呢 由这四大部分来组成 首先呢 第一个呢 就是内核 这个内核呢 是系统的心脏 也就是说它是实现操作系统的一些基本功能 那么单纯性的拿内核来讲 那么Linux核心就是内核 Linux操作系统 它的这种最原始的东西就是一个内核 这个内核你可以单纯性的拿出来自己做编译 然后往里面增加一些功能 那么自己去使用它 但是这种内核是没有任何的这种 比如说像应用程序 那么像这个外部的这种用户界面接口 它都是不存在的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型的那么一个东西 或者说你把它理解成就是写出来很多的一堆这种程序代码 然后需要把它编译完成之后 然后呢 去操作 这个呢 就是关于内核的概念 那么再往下是这个shale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shale 这个shale呢 其实是通过这个圆 通过这个图形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这个shale呢 其实是在应用程序的下面 内核的上面 它呢 是一个用户接口 就是说 当用户 想要和系统做交互的时候 比如说我需要输入一个命令 然后呢 我需要它去执行一些操作 那么用户呢 就要通过shale这个程序 来进行这种命令的输入 输入完成之后呢 直接敲回车 这个时候 这个命令就执行了 那么执行的时候呢 shale呢 就把这个命令直接 转送给内核 让内核来处理 那么内核处理完成之后 然后再把相应的结果 反回到shale里面去 也就是这个时候 可能就是一个输出结果 让用户可以能够非常直观的看到它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关于shale的一个 这种介绍 就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它是一种接口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接口 就是用户和Linux操作系统内核 他们之间的一个接口 也就是说我通过shale 我才能跟Linux操作系统内核 做这种交互 我说的是什么 那么 我想要操作系统做什么 我都需要shale 去帮我去翻译 那么shale呢 把这个你说的 或者说你想做的 直接传递给内核 那么内核拿到之后 那么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了 然后再把相应的结果通过shale 反馈给你 让你看到 这个呢 就是shale的这种接口 再往下看 文件系统 什么是文件系统 那么文件系统就是存放在硬盘上 统一组织管理的这个组织集 也就是说 当我们把Linux操作系统安装完成之后 它里面呢 肯定会涉及到一些 比如说像系统文件啊 像设备管理呀 像一些什么其他的这种 配置文件的这种组织啊 存放目录啊等等啊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关于文件系统的一些这种概念 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 当一个操作系统安装完成之后 它里面肯定会有一些指定的 系统相关的一些这种配置文件 那么可执行文件等等 那么这个呢 就是文件系统 最后呢 就是最上层的一个东西 我们呢 管它叫做应用程序 那么应用程序呢 其实呢 就是操作系统上的 这么一套标准的应用程序集 那么这里面呢 可能会涉及到很多 比如说各种应用软件 有上网的这种软件 像各种浏览器 那么有编程的软件 各种开发工具 还有这种文本编辑器 像Office办公软件等等 那么这种呢 都叫做这种应用软件 或者叫做应用程序 那么这种软件 或者说这种程序 它们最终都是要依赖于这个操作系统的 也就是说 没有操作系统 它们是无法去安装的 也是无法去运行的 因此呢 我们在去使用这些应用软件的时候 首先 我们就是要有一个操作系统 这个操作系统可以是Linux操作系统 也可以是Windows操作系统 只要你的应用程序 它支持这些操作系统 它就可以去安装 那么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使用 因此呢 这个呢 就是关于应用程序 那么在Linux操作系统里面 其实已经内置 或者说集成了很多 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些这种应用程序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关于Linux操作系统的 它的一些这种组成 那么这里面呢 可能会涉及到关于这个内核 关于Share 那么关于文件系统 以及应用程序 那么如果说到这个整个的Linux操作系统的 这个核心的东西呢 可能就是内核和Share 那么这两个呢 是它的这种重点东西 那么再往下呢 关于文件系统和应用程序 这个呢 都是需要独立去组织 去用来安装和配置的 这个呢 是关于Linux操作系统 它的组成 那么再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这个Linux操作系统版本的介绍 那么Linux操作系统呢 它是分为两种版本 那么一种呢 叫做内核版本 另外一种呢 叫做发行版 内核版本呢 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 是一种 没有任何的这种第三方的软件 没有集成任何的第三方软件 也没有集成任何的这种第三方类裤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内核版本的操作系统 也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 是一堆的这种C++ 或者说C程序代码 那么它呢 只是把一些核心的操作系统的功能 通过C程序的方式可以表现出来 然后呢 我们把它编译出来 直接拿过来运行去使用 这个呢 就是内核版本 那么 它的这种版本 就会涉及到现在的这种版本号 Linux操作系统内核的版本呢 在这个升级方面呢 不会特别的频繁 大家可以简单来看一下它的版本号这么来划分的 那么有一个叫做主版本号 还有四版本号 以及这个末版本号 最后呢 有一个叫做开发者的修补级别 就是最小的一个小版本号 通常我们拿到的版本号都类似于这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首先呢 它前面会有一个这种Linux的这种标识 这表示这是一个Linux内核版本 那么后面呢 就是比如说2.6.18 那么这个2呢 就表示X 主版本号 Y呢 就是次版本号 也就是这个6 末版本号呢 就是18 那么这个里面呢 大家看到的这个数字 一定要注意 这个呢 都是偶数 那么内核版本是这么来划分的 凡是基于偶数发布的这种内核版本 它都是最稳定的版本 最安全的版本 凡是基于 基数发布的这种版本 它都是正在属于这种 正在处于这种β版本 也就是正在处于这种测试 那么可能会有相应的这种bug 还没有修订完 等修订好之后 那么再往上会追加一个版本 这个时候它就会变成偶数 所以呢 通常情况下 我们在去使用的时候 无论我们用的是发行版 还是说我们自己拿一个内核 然后自己来编辑来使用 我们都要注意 一定要去下载这种偶数版本 这种连续操作系统来使用 这样的话呢 避免连续操作系统在安全方面 或者说在配置方面会有相关的这种问题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关于内核版本的这个介绍 那么最后一个还有一个叫做N 开发者的这种修补级别 那么通常情况下 在这儿 这个 杠N有时候会出现在这样的系统里面 比如说后面会跟上一个124 那么这个呢 就属于当这个内核版本 无论是它偶数版的 还是基础版的 那么发布出来之后呢 那么有一些开发人员 在去使用的时候 可能他会直接去做一些这种修改 或者调试 因为这里面呢 都是一些这种原程序代码 他调试完成之后呢 他可以自己再给你自己追加一些这种版本号 用来加以说明 我在这个内核版本里面做了哪些修正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后续开发人员做的一个修补版本的 一个这种级别号 大家了解清楚就行了 那么再往下看 关于这个发行版 那么发行版通常是由个人 或者说是松散组织的团队 或者说是商业机构 以及其他有能力的公司来组织编写的 那么这种发行版 它和内核版本有什么样的区别 发行版软件就相当于 我已经把这个内核版本都已经给 给你编译好了 然后呢 编译好了之后呢 我在这个发行 我在这个内核版本的这种基础上 把一些常用的软件 把一些常用的配置 把一些常用的这种计算机硬件 相关的驱动 我都已经给你集成到 这个发行版的这种光盘里面去了 任何人拿过来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安装去使用 那么安装好之后 相关的软件也就存在了 也就等于是 它帮你把一些 你之前没有做的事情 都帮你提前给做好了 你呢 只是一个使用者 这个时候呢 你就 可以直接把发行版的这种操作系统 拿过来来使用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发行版 这种发行版呢 无论是个人 或者说各种组织 或者说什么商业机构 它都可以自己来做 那对于我们个人而言也是一样的 我们也可以直接去下载一个 Linux Cloud系统的这种内核 那么下载下来之后呢 我们自己来编译 我们自己来去做一些这种 软件的这种 内置 直路 都是可以的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行 所说的 发行版通常包括了 其他的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 所以呢 在去安装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 定制化的去选择 哪些软件你可以需要 哪些软件你可以不安装等等 所以呢 这个呢就是发行版它的一些这种介绍 那么发行版 通常在做的时候呢 都是为了这种不同的需求 或者为了这种不同的目的而制作的 那么我们个人呢也是一样 那么再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Linux Cloud系统 常见的一些这种发行版 那么 Linux Cloud系统的这种常见发行版呢 主要有以下这三种 那么一个呢是Rehat 一个叫SentOS 最下面呢还有一个叫做SUSE 那么 那么上面这两个呢 Rehat和SentOS 它们两个是有渊源的 那么Rehat公司呢 它做的这个操作系统 应该说是Linux业界当中的老大 那么它所发行出来的这个Linux发行版 是非常稳定的 也是非常安全的 然后软件呢也特别的丰富 它也制定了一些 一系列的这种软件的这种 比如说安装标准 那么这个呢 就是Rehat公司 它所做的一些 对开源所做的一些这种贡献 那么无论是Rehat的这种操作系统 还是SentOS这种操作系统 它们两个为什么说有渊源呢 那么Rehat公司在发布 这个企业级的这种操作系统的时候呢 就是提出了一些这种疑议 那么呢 在做这种企业级的这种操作系统 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们需要 它们涉及到这个商业组织了 也就是说它们需要收费 所以这个时候呢 针对一些这种开源人员来说 它们觉得这样呢 违背了这种开源精神 因此呢 它们自自由组织 然后呢 将这个Rehat公司 同步发布的这个源代码 然后自己编译成 自己编译成另外一种操作系统 但是它的操作系统的这种版本号 以及这种功能 以及软件的安装和Rehat的 还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Rehat公司之所以要收费 并不是说针对于这套操作系统去收费 而是针对于这套操作系统的这种 后期的这种技术支持和维护去收费 那么Rehat公司再去发布 Rehat这种操作系统的时候 还是免费的 还是开源的 所以呢 很多这种 这种就是开源人员呢 它们照样可以直接把Rehat公司 发布的这个Rehat操作系统的源代码拿到 然后呢 再进行编译 编译完成之后呢 再去使用 只有你涉及到这种技术支持 你涉及到这种 其他的这种第三方软件定制 那么你可能需要向Rehat公司付费 那么其他的是不需要的 因此呢 很多的这种 呃 业界相对来说也是非常的有名 很多公司很多企业都在使用它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关于这个SUSE Linux操作系统 那么SUSE呢 和Rehat是两家不同的这种Linux Linux公司 那么相对来说呢 那么他们两个呢 在这个业界呢 都是非常知名的 多的操作系统 也是非常好的 无论是基于Rehat 还是说基于SUSE 大家都可以直接通过网络的方式 去下载他们的操作系统 来安装来使用 但是SUSE呢 和Rehat公司实行的标准也是一样的 那么它的企业版本呢 其实也是一样 在涉及到这个技术支持 或者在涉及到这个第三方定制的话 可能也会涉及到这个费用问题 因此呢 它呢也有一个第三方的这种 开源组织 叫做OpenSUSE操作系统 也可以拿过来去使用 不过就目前而言 SUSE相对来说是 受重度是比较大的 很多企业很多人都在去使用它 因此呢 后续我们再去学习这个Linux系统 安装配置 软件应用部署等等 也都是基于SUSE这个操作系统来做的 这个呢 是关于这个常见的这种 发行版的一些介绍 那么大家了解一下 再往下还有两个 一个呢叫做Debian 一个是Ubuntu 那么他们两个之间呢 其实也是有渊源的 Ubuntu呢 是基于这个Debian的这个操作系统 来做这种发行的 相对来说呢 Debian呢 是非常的稳定 非常的安全 但是呢 它的这种更新啊 它的这种升级 是非常缓慢的 而Ubuntu不是 那么Ubuntu呢 它呢 是每年都会升级更新两次 那么每年的四月份升级更新一次 都会出一个新的版本 那么十月份呢 会再出另外一个版本 那么每年都是如此 所以呢 它的升级更新速度很快 而且呢 Ubuntu呢 主要是针对的这种客户端 它是系统 也就是说个人去使用 那么我们把Ubuntu系统包上之后 配置各种应用软件 我们自己来使用 它的这种图形化界面 以及它的使用 已经非常的友好了 那么很多人都愿意去使用它 这个呢 就是关于客户端 这两个操作系统的一些这种对比 比较 大家呢 对于这两个 有一个这种基本的介绍和认识 就可以了 再往下看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来如何选择这个Linux发行版 那么无论是我们个人电脑上 要安装Linux操作系统 还是说我们要搭建一台Linux操作系统服务器 我们都要考虑四个方面 这四个方面分别是它的稳定性 它的这种硬件兼容性 以及它的效率 还有它的可持续性 那么稳定性是什么 就是一些有知名度的大企业 他们发布的这个Linux操作系统发行版 肯定基于内核也好 基于软件也好 都是做过这种相关调整和优化的 所以呢 肯定不会出现系统不稳定 或者说崩溃的问题 第二个呢 就会涉及到这种硬件的兼容性 那么这种硬件的兼容性 会涉及到很多问题 比如说各种硬件的这种驱动 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显卡 网卡 以及其他的这种软件 都会涉及到这种驱动程序 那么硬件厂商呢 非常的多 所以呢 如果你选择的是一家这种不知名的这种发行版 可能它就没有这么全的这种硬件驱动 你在去安装的时候呢 因为没有驱动 可能你就没有办法上网 或者没有办法去看视频等等 那么这个呢 就涉及到硬件驱动问题了 而针对于这种大型厂商 比如说像Rehat 比如说像SUSE 他们肯定都是存子 他们肯定都会把各种各样的这种硬件驱动 第一时间给你直录到这个发行版里面去 在去安装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不用去考虑这些驱动的问题了 也就是说硬件兼容性 我们就不用去考虑了 只要我们的电脑能使用 我们就可以去安装Linux Hot系统 其次呢 就是关于这个Linux Hot系统 它的一些这种效率 包括它的可持续性 那么可持续性指的是什么意思 可持续性指的就是 当你去选择一些像Rehat SUSE这样的发行厂商 那么你可以完全性的去放心 这样的厂商 它不会今天还在出这种新的版本 可能明天就倒闭了 它绝对不会是这样的公司 要知道它是业界 它是业界的老大 它是世界500强的这种企业公司 它肯定不会倒闭的 所以我们再去选择这种Linux发行版的时候 不要去选择比如说像一些这种不知名的这种公司 或者不知名的个人 他们做的这种发行版 那么这样的话呢 当你的系统出现问题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去持续性去解决了 这个呢就是关于这种发行版的持续性的一个问题 那么再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Linux Hot系统的一些网络应用 那么无论针对于Linux操作系统 还是Windows操作系统 他们都有这种服务器版的操作系统 也有这种客户端的这种操作系统 都是一样的 因此呢 在搭建各种各样 在搭建各种不同的服务器的这种前提下呢 Linux操作系统和Windows 他们都可以支持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Linux操作系统 那么在前期我们有给大家讲过 第一它是自由软件 第二它是开源的 它不会涉及到任何版权和费用 那么如果你选择Windows 肯定会涉及到版权 肯定会涉及到费用 所以呢 这个呢就是他们之间最大的一些区别 那么其次呢 就是Linux操作系统在性能方面 在管理方面 在安全方面 都要优于Windows服务器版的操作系统 因此呢 选择Linux操作系统来搭建服务器是最好的选择 而且任何一家这种互联网企业 包括其他企业 他们都会乐中于去使用Linux操作系统 而不会去选择Windows操作系统 来搭建自己的服务器 大家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要搭建一个外部服务器 我们可以使用开源软件Apache 那么Apache软件呢 也可以安装到Windows操作系统上 那么针对于Windows操作系统 它也有自己的这种外部服务器 像IS 那么邮件服务器 那么Linux操作系统上有自己的 像Cinemail PostFix 那么DNS服务器我们可以用Dind FTP服务器我们可以用这个VSFTPD 以及ProFTPD 那么还有关于这个目录服务器 文件服务器 以及数据库服务器 而且基于Linux操作系统搭建的这些服务器 我们这上面安装的这些软件 都是非常成熟的 而且也都是这种开源软件 它里面也不会涉及到任何的这种版权费用 而针对于Windows操作系统就不来的 比如说我们要搭建一个邮件服务器 那么EarthChange就是微软公司的一个重型的产品 是需要花大价钱来购买的 那么针对于Score Server 也是微软公司的一个大型的数据库产品 也是需要花钱购买的 但是针对于Linux操作系统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而且Linux操作系统上提供的这些软件 在使用方面 成熟方面都已经非常的好了 在社会上的这种关注度也都已经非常高了 普遍也非常 普遍度也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种效果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Linux操作系统它的一些这种应用 这个呢就是关于整个的Linux操作系统的一些这种基本介绍 那么通过这个呢 我相信大家肯定能够已经有了一个这种基本的认识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Linux操作系统 Linux操作系统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好 那么这一课呢就先讲到这 谢谢大家 后盾网提供免费视频分享 如果在学习中遇到问题 请到后盾网论坛进行交流 也可以加入后盾QQ群 同时后盾网论坛提供高清版下载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